我让你偷吃 让你偷吃 你有兵吗 你快把他打死了 谁让他偷吃我家的厨余垃圾了 这可是要拿去卖的 现在只能把你卖去狗肉店来还钱了 等一下 你看他挂着狗牌 是有主的 你不能卖 啥 你这垃圾要多钱 我赔你 我也不饿你 给你打个骨折价 二百五 什么 你咋不去抢 谁让我家狗头跑出来 翻了人家垃圾桶呢 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 嘿嘿 算你识相 领导余额不足 你耍我 你你等等 喂 我的卡里怎么没钱了 好人 你问了 这张卡上个月刷了一亿 全卖别墅了 我这就给您充值啊 这大叔怪可怜的 连二百五都逃不出来 算了算了 喂 这钱我帮狗子还了 小妹妹 谢谢你救了我的狗 钱我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鸡块妹吗 哦呦 鸡块妹都沦落到骑电瓶车了 就是就是 跟旁边的豪车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坨大便 和他的主人一个呀 小电瓶怎么来 节能又环保 再说了 豪车再豪又不是你的 嘿 可惜这豪车还真是我的 这不是我的车钥匙吗 怎么会 嘿嘿 别说我绿姐不照顾你 我们正在绿姐的大别墅里 开同学会 你敢不敢来 这不是我刚买的别墅吗 绿芒到底谁呀 来就来 我可警告你们 千万别乱捧我家的东西 弄坏了 把你们拆着卖都赔不起 看看 这可是我一千万拍下来的抽象画 屁 这明明就是我家狗子乱踩的狗爪印 还有这纯金瓦锁的碗 我平时也就用来吃吃零食什么的 我去 这狗疯了 废话 看见自己的狗石袍被抢走了 不疯才怪 啥 用今晚吃辣条就是香 最后让你们这群土鳖闻一闻 世界名酒的味道 我劝你别开 哼 这是我家 穷鬼 最好闭嘴 喂 管家 你马上来我家一趟 来了老爷 你有什么吩咐 老爸 问你 你打在这呢 我 我偷偷拿了你的车钥匙和别墅钥匙 哼 你爸只是我的管家 车和别墅可都是我的 谢谢你救了我的狗子 这别墅和车 就当还进了250的县礼了 什么 至于你 这一瓶酒 提价500了 你们算算吧 哈哈哈哈 哈哈